冬天是适合看喜剧的季节 人一笑身上自然就会暖起来 然而近期有两部一难一北的喜剧电影 却没能让人笑得那么开心 喜剧一定要逗人笑吗 早在古希腊时 喜剧只是一种和悲剧相反的叙事方式 它不以主角的死亡和堕落结束 而是以个人的胜利 或某些积极的理想的结果而结束 这也是淡丁选择将神曲命名为喜剧的原因 因为它从地狱的深层痛苦开始 在天堂的壮丽中结束 这理论虽然太过久远 但我们依然可以由此接收到 一些帮助理解电影喜剧内核的东西 喜剧可能不仅仅代表笑声 也并不总意味着有趣 爱情神话的票房和口碑都是成功的 可见大众普遍接受这样一部 有表现力的喜剧 负面的声音则主要来自于 认为故事温吞 有方言壁垒 以及理解不到笑点 但抛开方言 仅从故事和人物来看 爱情神话是有扎实的 喜剧基底的电影 主人公老白 是一个对自我评价高于事实 努力追求爱情的中产阶级 他身上有令他沾沾自喜的条件 同时也有无法抵抗岁月痕迹 和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无法弥合的悲哀 这个角色是有趣的 也是可以被笑话的 而那些围绕在他身边的女人们 令他眼花缭乱 硬洁不暇 有主动散发女性气息 且目的不纯的红颜知己 有愿意被动接受 却想法不明确的单身母亲 还有早已被迫退场 却依然蠢蠢欲动的原配爱人 这样一场一个男人 与三个不同滋味女人的戏 已然满足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所需要的所有的矛盾 惊喜和逆转的条件 这部电影也向我们展示了 莎士比亚的观点是正确的 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舞台 所有的男人和女人 都只是演员而已 爱情神话的喜剧输出方式 还体现在对白 影片中的人好像从头到尾 一刻不停地在说无用的话 对白的目标似乎不在 发展和改变人物关系上 而是经由不同人的观点 展示人物个性 用看似不正经的语言 打开世界 片中的每一个角色 都有强烈的表达欲望 时常流露出 平凡人磨碎生活后 输出的对爱情和人生的总结 也有因为性别或性 引起的冲突 而演变成了喋喋不休的重点 我 哥老远 你怎么想念啊 没有呀 一个女人个辈子 没想念是无语症的 怎么这批诀的呀 跟我好别呀 那 一个女人个辈子 没等她过一般的女人 是无语症的 一个女人个辈子 没写得过一般的 是无语症的 一个女人个辈子 没维持开我过 是无语症的 一个女人个辈子 没浪迹过天涯 是无语症的 对呀 来 胖起 来吗 走了 雨了 要上飞了 一个女人可别这么爽 不肥子 幽默就在这些语言的空障中 不经意地产生 遗憾的是 当这些融入到一部 几乎全程式护语的电影时 可能优点 同时也是让人不够满足的地方吧 第一次听说东北虎时 主演张宇的社交网站 还在隔三差五 发一些有滋味和颜色的文字 有几次他提到了这个电影 从那时我便开始期待 时过近千 现在他的微博 只剩个空壳 如同这部电影目前的局面一样 打破了观众观影前的心理期待 可能是一部运线电影 最容易被严重攻击的原因 这期待包括 与预告片所展示的 视听语言严重不符 宣传时所采用的策略 误导了观众对电影的预期 以及上映的时机不符合观众当时的情绪需求 最后的结果不仅是观众的遗憾 更是《东北虎》的遗憾 笑不出来 好像是这部电影最大的问题 但不轻易笑出来 也正是这部电影优秀的地方 《东北虎》的确是一部 既平庸又独特的 让单调乏味的生活 充满趣味的电影 它不容易下咽 是因为不同于竞争中的其他同伴 导演耿军喜欢用缓慢的方式 和煞有其事的态度 去处理看似不合理的故事 将人物直接扔在一个环境中 等待 然后再继续 他们如同在一个简陋的博物馆中的展品 被好奇的人类肆无忌惮地观察 对人物群像的凝视 在耿军的几部电影中 都坚定地保持着 他电影中的人 绝望 疲惫 却坚持不懈 他们有邪恶机制的时刻 也常常有委屈和无奈的一面 而导演的目标 不是将其作为嘲笑的对象 相反 似乎在鼓励我们去思考 这些令人讨厌的人的困境 和他们一直执拗的东西 因此 《东北虎》的有趣 不是积极地故意设限 也几乎没有 触发观众开怀大笑的情节 他的幽默是冷漠的 干涩的 甚至是不协调的 影片中每个人 都有一个坚定的行为目标 然而在前进的过程中 总会被莫名其妙的事情 绊住手脚 时常出现视觉戏剧的技巧 又突然出现在画面内的东西 造成笑点 带给人措手不及的慌乱 港军在一次采访中提到 东北的一年中 有半数以上的日子都是冬天 这些耗在家里的时间 多数用在聊天上 于是如何能把天聊得有意思 又不仅仅只有表面那一层意思 是许多东北人 也是他一直在琢磨的事 于是我们能看到 电影中的语言不是直白的 而是充满着魔幻的想象力 有时在奇妙的环境中 故意出现突兀 却不失智慧的哲理景剧 而这些看似违和的错位 也正是东北喜剧独有的幽默感 对于被称为喜剧的神曲 后人还有另一种猜测 认为这当中可能包含了 但丁故意想要超越 悲剧高级 喜剧低级的文体分级概念 因为在当时 只有悲剧可以使用 罗马帝国和天主教会的语言 拉丁语 不受重视的喜剧 只能使用普通的白话文 而在神曲之前 人们普遍认为 白话文无法表达出失忆 但丁的行为意在表明 失忆绝不会局限在语言的参数内 最终他用家乡托斯卡纳方言 创作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 用死亡的共性将人类团结起来 因此 他的作品被后人加上了神圣的形容词 成为了神曲 我想东北虎这类作品 对我们这个时代也有类似的意义 用最朴实的语言 书写一部充满示意的表现主义电影 过来 之前看电视里放MTV 泳装美女 在沙滩上奔跑 西西 我也加入她了 我是男主角 在MTV里 不出来 永远的 细细 一直奔放下去 喜剧的内核是什么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我感觉 除了那些聪明的 美好的 能把现实生活中的门槛 转变为热闹的喜剧之外 喜剧也可以在类型内 表达一些不那么常规的价值 就像东北虎这一类电影 它们的底色不仅仅是悲凉 还有荒诞掩饰下 日复一日的平常 电影所做的 只是想找到一种方法 用一种看不到希望的绝望逻辑 让存在的沉重和愚蠢 都能勇敢地活下去 就像那只被驯服的东北虎一样 非常感谢大家花时间看我的视频 这一期是我第一次 尝试做运线电影的影评 虽然这两部电影 即将也可能已经下线 但我感觉这是近几年 难得的形式和内容 都用心的作品 之所以有些偏重东北虎 一是个人喜好 还有一点原因 看过上期缓慢电影的人 大概能猜到 在导演的一段采访中 他提到了 看短视频的观众 可能无法接受这部电影的问题 于是他希望 东北虎能找到对的观众 观众能进对影听 从目前来看 这也只能是导演的理想了 我想缓慢电影这一类影片 可以被看作文化蔬菜 一个简单的道理 如果想劝说 食肉的老虎去吃蔬菜 至少要把菜 做得有肉的味道才行 否则还不如从头至尾 就做一盘简简单单的文化蔬菜 谢谢大家 下期再见 我自己印了几本 我自己写的诗集 你们读录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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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众